嘿 大家好 我是啾啾斜 在DNA检验技術成熟之前 很多型样的破案关键 都要仰赖指纹辨识系统的必对 甚至连古代的借鉴 都要用画压手印的方式来确认身份了 但是指纹一开始存在的目的 肯定不是为了方便我们破案 或是拿来解锁手机用的 指纹辨识一直到了20世纪初 才开始被重视 原因是因为一桩神奇的案件 在1903年有一名叫做Will West的男子 因为过失杀人的罪名被判刑 他因此被送到了李文沃斯堡监狱 犯人一旦入监 当然就要进行一连串的记录 除了拍照以外 还要经过一套这种 Birding Long Measurement的测量 也就是一连串关于身体各部位 和脸部特征的长度测量 但是结果他们就发现 这个Will West的档案 居然早就在他们的监狱资料库里面了 他们找出了一个叫做 William West的人的档案 各种参数几乎都是吻合的 而且照片上看起来也是一模一样 连Will West本人看到都吓一跳 但是他就坚称自己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监狱里面会有他的照片 更诡异的是 这两个人不是双胞胎 甚至也不是亲戚 真的就是长得完全一模一样的 两个独立的个人 William West在两年前就已经到这个监狱服刑了 两年后Will West才被送到这边 他们的姓氏一样也完全只是巧合而已 甚至William这个名字的缩写也正好就是Will 这种巧合连监狱里的人都难以置信 世界上还真的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个人 而且还先后进了同一个监狱 这也让他们开始想 只靠原本的方法测量身体的数据 遇到这种情况就无法辨认出 两个人到底谁是谁了 所以必须想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做辨识才行 找来找去他们终于发现 两个人身上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按压的手印了 手指上的纹路是不一样的 而且可以很清楚看出两者的不同 也是因为这个案件 指纹变式才开始受到重视 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人类指纹的存在目的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科学材料就发现 这可能是为了提高我们触觉的敏感度 我们的人体末梢神经 其实带于一种叫做 八式感觉小体的感觉接收器 他们的专门用来收集震动的频率 当我们的手指划过物体表面的时候 这些八式小体就会被触发 将震动的虚型传回到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可以轻易的分辨任何平面的质地 而这种感测的精确度 甚至比我们用肉眼观察还要更加敏锐 所以说你看到各种仿造的材质 可能在肉眼上面看起来很像 但当你手一摸的时候马上就摸出来 这个是真的还是仿造的 就是因为有八式感觉小体的原因 法国有一间制造机械手臂的公司 就曾经在机械手臂的手指上面 设置了类似这个八式感觉小体的触觉感应器 他们就发现只要将机械手指 设计成类似指纹一样的凹凸纹路 这样触觉感应器接收到的讯号就会增强 但是要设计成跟指纹一模一样的凹槽 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 所以说虽然是要模拟成指纹 但其实也就是做成一条一条的平行凹槽这样子而已 他们同时也就测量了机械手指在不同强度下接受讯号的强弱 而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的讯号强度 所以说会不会指纹的存在其实是为了增加八式小体的敏感度呢? 因为机械手指上的平行凹脱纹路 只能跟物体有一个接触角度 而人类的指纹纹路是接近于椭圆形的嘛 也就是说各个角度都有 所以会不会指纹的存在其实是为了增加八式小体的敏感度 而它之所以也会是这个椭圆形 就是因为它的密度纹理这么复杂 就是为了涵盖各种不同的角度 让各个位置的八式小体都能够有效的接受到讯号 避免有讯号死角出现 所以说关于指纹的演化和功能 目前只能说真的还是一个谜 大家都还在猜测 不过至少它应该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 是要增加摩擦力而演化出来的东西就是了 好啦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个赞 想看更多的话就欢迎订阅顺手按个小铃铛 或是点音乐上的框块可以啦 那这次我这样咯 我是啾啾鞋 下期再见咯 拜拜